今天去到昨晚凌晨 我们就录了12宗个案 在那12宗个案里面 就有7宗是输入性个案 7宗输入性个案的个案 编号是4903,4904,4905 这三位都是一个家庭的 都是印度回来的 4906都是印度回来 不过就是另外一个自己回来的 4907就是菲律宾回来的 4908是伊朗经过卡塔尔回来的 4909都是印度回来的 除了那7宗输入性个案 还有3宗是家庭的个案 就是有相关的个案 这三位都是正在接受检疫的人士 个案编号是4910,4911和4913 另外我们有两宗就是源头不明的个案 这两宗都是普及社区检测找出来的 第一位个案是4912 她是39岁的女士 她是做在八德山街一间食市工作的 她就没有病征的 她9月7号就在观充体育馆 就是拿了个样本 她就跟先生和儿子住的 通常都是在家 有时候都会去街市 她陪过儿子就去伊丽莎白医院 因为她的儿子也要做过眼部手术 第二位个案是普及社区检测找到的个案 也是一个没有源头的个案 就是4914 她是一位57岁女士 她是在元朗一间食市 就是做适应楼面这样的 她主要是住在天水围 平时的活动都是除了上班 都可能去街市买菜 那她就在9月8号 就在元朗乡议局中学那里 就拿个样本 那现在都是一个阳性确诊个案 那现在我们总共就应该是 有21位新的个案 是由这个普及社区检测找到的 正是有21位新的地消灭 最快是否有上班 就是了1个按钓 在不住是找到的 是因为能源头要找到的